大家近期一定要注意身體啊 我只感覺自己才從本龍關回來 不知道這算是吃原體肺炎還是吃山羊 但這次我新冠開放給他病的最嚴重的一次 讓大家分享一下整個過程吧 大家有一個心理 剛開始的時候啊 我就是嗓子有點乾 我以為是噎火爺嘛 就不太沾爺 然後第二天早上突然自己流出貨 就像早涼一樣渾身發冷 然後從這個嗓子一直癢到胸 這種感覺就跟你直播六個小時一樣 就特別的癢 特別的想咳嗽 當天下午開始就燒了三十八個 一年燒了四十天 第三天最高溫的時候是燒了三十九度多 而且每天都是昏昏欲睡的 而且直到今天我這個頭髮還是硬的 而且當時那個檢測報告也特別奇怪 最開始的時候 醫生做血探規 顯示是吸病癢癢 做了兩天也有以後告訴我 又是病毒癢癢 我就省醫院副查醫生大臉犯以後 直接告訴我說病毒癢癢 還有更往外罰到我的原體治療 我從十月四日一直病到的 今天我的咳嗽是看出原體壓住了 後面在想 幸好我是及時就醫了 不但按照這個病發病 我們當年就是志氣管癢的嚴重產品 我們大流行的炎治肺炎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腐 別掉了一切心啊